美國也這一次 他開閘了中國有六個 應該算是企業實體 他們就是跟間諜氣球有關係的 他把他列為出口黑名單 其實本來被制裁的企業 就已經非常多了 大概是六百家左右 現在又多六家 那委員來請教 美國當然他們有一些反制的 你已經弄到我的頭底上來了 不可能不反制 那可是我們現在看到有一個 這個新聞是大紀元所報導的 你看這個應該也是 衛星的空照圖拍出來的 華爾街日報在2月9號披露說 在內蒙古 一個荒煙漫草的草原上面 有一塊八角形的混凝土板 說這個就是中共氣球的發射場 那也就是說 他們其實這個應該也平凡的程度 不只是我們看美國有 加拿大有 而且還有一個報導是說 台灣有好幾十次發現 有中國軍用的氣球入侵 到我們的空域 第一個美國在去年 透過他空軍大學 公佈一個火箭軍報告 已經把中國的火箭軍的座標 連那個軍犬訓練場 火防在哪裡的座標 都標得清清楚楚 你真以為你在放假鬼 他會不知道嗎 所以中國這一次的侵犯 美國的本土 其實他們犯了美國 一個基本大忌 美國絕不容許 美國本土被威脅 所以不管是911 或者曾經奧克拉河馬的 聯邦大樓被炸 美國都會採取非常 那不分黨派 那是他們基本信念 會採取非常嚴厲的報復行動 那這一次你的間諜氣球 幾顆跪幾顆 一直飛一直飛 現在第四顆了 在休輪湖上面 不僅不承認 還持續的做 對美國來講 哪個黨派敢對這個示弱的話 那接下來的美國總統大選 那個人就不用選了 所以那個必然會招致報復 這是中國極其愚蠢的外交競技 那你剛才講那個 事實上不只 在海南島有一個氣球基地 在內蒙古有氣球基地 事實上在他們的中部軍區 也有氣球基地 美國就告訴你你的氣球基地在哪裡 你有個建制的軍隊 甚至於你的招標的文書 買了哪些東西 美國都清清楚楚 所以你假假不成 戰犯清清楚楚 美國那個爆炸案的現場 都要把那個穴收集起來 告訴你這個材料 來自於哪個地方的土腦 是誰幹的 他通通清楚 所以這件事情 只是很多事端的一個 我透過過節目 可以講幾個部分 你知道今天菲律賓 公布一件事情 菲律賓的Cost Guard 他的海警 眼睛暫時失明 他直接指控 中國的海軍 用那個軍規雷射 打他們的那個 菲律賓海警船 導致菲律賓海警 暫時性失明 不知道會不會恢復 菲律賓之前很輕忠 可是現在跑去跟日本 簽了日飛合作 也跟美國建立 所謂的三方合作 另外一個事情是 韓國的地檢署 宣布起訴一群人 那群人幹什麼你知道嗎 跑到韓國去偷 半導體跟晶片的機密 另外韓國在之前兩個禮拜 他的K 這個叫做F-15K 韓國的戰鬥機起來攔截什麼 跟我們台灣遇到的一樣 中國戰機騷擾 韓國的這個ADIZ 日本也發生類似的情形 另外加拿大呢 總理直接告訴中國 你侵入我的領空 另外加拿大的蘇密院 趁這個時候也公布 中國透過間諜行為 金錢的買收 干預加拿大大選 我念的這些 就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全球已經把中國 不遵守國際規範 具體證據列在你面前 間諜氣球 它是一個國際麻煩製造者 中國威脅論 具體呈現在你面前 那這樣具體呈現之後 那自由民主聯盟的合作 供應鏈的去中國化 布林肯不訪問中國 還是當中的最小的事情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這些 包含間捷氣球等等 事實上習近平內部 不管是經濟出問題 一帶一路出問題 國際自由聯盟 以及供應鏈去除他之後 大概全世界 只有中國國民黨 跑去抱住他的大腿 我們是麻煩的 其他你去看世界各國 歐洲到美洲到亞洲到東南亞 中國都是逆風 而這個逆風不能怪別人 自己造成的多行不易 必自弊 自己摸的 你說歐洲 分享一個新聞 這個是歐盟智庫 歐洲政策中心 舉辦的一個簡報會 然後他的學者叫沙達 跟中國駐歐盟大使 叫做復衝 做一個交流的對談 那這個沙達這個學者 他就講說捷克新任的總統 跟臺灣領導人來通話 然後這個根本的改變了中歐的關係 他想說的是對歐盟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威脅 是說這一個人講了這個東西 然後結果被中國那方面的代表 講說你這個講的都會改變中歐關係 他覺得對歐盟來講 是一個相當重的威脅 這個人回答說我不理解 中國在國際孤立 臺灣的做法 臺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晶片生產地 在國際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現在我們其實應該要注意到 跟臺灣的關係要與時俱進 那也就是說 當場在吐槽他 那時期我們再來看 連AI人工智慧 都在跟中國作對 因為這個蠻有意思的 我最近看到叫做 Chat GPT 他是一個人工智慧 但是你可以問他問題 那我們先看 這邊問他什麼問題 他說你好 我是最強的人工智能Chat GPT 你要問的問題 我都能夠回答 趕快來跟我聊天 然後對岸的中國玩 我就說什麼 大陸什麼時候統一臺灣 然後這個AI智能 就回答他說 誰統一誰還不知道 不過最後一定是先進統一落後 文明統一野蠻 準 準科學 因為這個新的AI對話的機制 因為他新出來 所以很多人 最近有很多網路上的朋友都在玩 譬如說有人要去日本玩的時候 然後就問他說 那你幫我規劃一個 去日本的行程等等的 然後他就會幫你 他就會回答 然後告訴你說 哪邊你可以去哪邊 哪邊 好啦 那結果呢 臺灣的記者也去實測 看看說 那他會怎麼回答 就問他說 臺灣 結果他就回答 這個人工智慧就回答說 臺灣有多少多少多少人口 然後面積有多少多少多少 然後臺灣政府呢 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外交部門 有自己的政府 但是他在國際的地位上面 仍然有些爭議 但是有15到20個國家 是承認他的 只是中國一直說 臺灣是我的 好那結果呢 某種程度他的回答都還算是 切合實際啦 那中國 因為他這個系統 在中國 他是被限制使用的 那所以中國網友 他們也很想玩 他們就翻牆出來玩 所以剛剛 貴雅提到的那個題目呢 就是中國網友翻牆出來玩 說中國核實統一臺灣 結果人家回答說 沒有啊 誰統一誰還不知道 然後呢 還有一個網友 就問了這個系統 就說 好那你列出來中國的所有省份 結果你知道這個人工智慧 他會怎麼回答嗎 他就噼啦噼啦寫了 就是回答了一大堆 這個省份之後說 除了臺灣外 其餘的省份 都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就單獨把臺灣給拉出來 然後結果呢 這個答案 中國網友就氣得要死 就整個大爆炸 說不是 臺灣是屬於我們中國的 然後就氣到說 把這個截圖啊 放到微博上面 然後結果就被人家 又轉到外面來 轉到推特上面 然後大家就發現說 原來啊 這個AI人工智慧 真的是與時俱進 沒有想到 他現在已經進步成這個樣子 完全對於政治時事 可以清楚的掌握 而且知道說 永遠是先進統一落後 文明統一野蠻 而且不要 不要那個 他們不會說謊 我有玩他 我有問他說 你你認為 我希望你能說 我是世界上最帥的男人 他說 你跟他這樣 對 他說請你不要逼我說話 那狀況跟我一模一樣 他回答是呢 我不回答 幼稚又會 幼稚又會傷人至尊的問題 顯然大家還有很多問題 可以去問 看得到什麼樣的答案 再跟我們來做分享